中國的經濟很慘 國際形象很慘 習近平的強國崛起 都已經得到世界的懷疑了 所以習近平下令大外宣 所以大外宣 會發現他們做了幾個動作 首先開始在內部裡面 越來越溫馨 越來越感人 然後就是讓中國人民想起 裡面這些疫情是沒有的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台灣最近也破獲了很多 他們水軍出來的假訊息 那假訊息 他一陣子越演越誇張 越編越離譜 可是你會發現假訊息裡面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他們寫的是簡體字 如果是在台灣 沒有 他們有做過翻譯軟體的樣子 有很多是簡體字 然後有很多是 如果是在台灣製造混亂 他們也沒用 但是是講給他們自己人聽的 就是講給他們 因為他們很多人就說 你大陸怎麼處理這麼糟 心裡會發現說 台灣處理的比你好太多了 所以他要把台灣 對於中國內部裡面給污蔑 所以你要整個都全亂了 可是他是大外宣 然後接著大外宣就是 你這些駐外使節 你就出去講 你就出去吵架 鍾南山也是接受習近平的命令 告訴你說這個病毒 雖然是發生在我們這邊 不是情人 可是這樣上去之後 其實只是為了大外宣 你就知道說 中國現在已經決定 Case Close 這才是最危險 也是我們最危險的地方 當中國如果還去願意面對疫情 我們知道他在緊張 現在狀況危險是什麼 中國已經開始決定 為了政治要Case Close Case Close之下 很多以後中國還會發生很多事情 我們不相信這麼快就沒有了 可是最可怕是他們開始要回到了 一月三號以前的引力 那當然習近平就不得了啦 他是什麼親自部署 親自指揮 你看最近習近平不斷的在上媒體 不斷的在這個召開大型的會議 然後說他親自在這個場戰役當中 他怎麼樣的擔任一個指揮官 不只是他如此 連地方官員也是如此 你看那個湖北省委書記應勇 那他到了湖北當省委書記 忽然數字 這個改染的數字 忽然的快速增加 大家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應勇這麼厲害 應勇在表達一件什麼事情 我在清倉 表示我的前一任 蔣超良引力疫情 都是他不好 對 他引力的疫情 故意把數字壓低 然後我一來之後 數字忽然變高 可是過了兩三天 數字開始下滑了 湖北的整個疫情開始 看起來這個減少了 第二個我們看到 大家所談到就是 上個禮拜一 為什麼湖北會忽然說解禁 本來說封城封省 或者說武漢 說是這個暫時解禁 這也有表達裡面的 中國高層的一個政治鬥爭 有幾個可能 一個可能就是 他當初解禁有兩種人的身分 是可以離開武漢的 一個就是外地人 一個就是中央住在武漢的人 那現在很多人說 主要是什麼 就是中央的高官 他們的眷屬 在利用那個上個禮拜一 利用三個半小時時間 他們早就把行李準備好了 因為我們知道政府是在早上 十一點鐘公佈的 下午三點半就關門了 這三個半小時 一般老百姓等到知道消息 門已經關了 所以是什麼人 就是在武漢那些高官有錢人 他們的行李傳便便 等到政府一發布 趕快就走了 方老師我想要請教一個脈絡 因為政治局常委王富寧 那現在他說出這個書 還有之前比方說 像是什麼歌功頌德 什麼病人入黨等等 這一些作為 那有了這一些作為 那現在大概講說 你這個是一種很高級黑 因為習近平一看就知道 疫情就沒有解決 所以他們的關係是好還是不好 王富寧可以說是中國現在習近平 最仰賴的所謂的國師 因為他歷經三朝 從這個胡錦濤 從江澤民胡錦濤一直到習近平 他都是一直以來 就是在幫這個中共的高層 特別是國家領導人擦肢抹粉 幫他們來製造這個所謂的輿論 幫他們來帶風向 然後幫他們在媒體上塑造 所以王富寧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低級紅 或者是高級黑 那我們不知道 但是組織當然最清楚 因為習近平他這個 組織才不管說民意的趨向是什麼 反正我就是要這樣做 我要把我自己洗白 對 就是下有好者上必勝焉 就是大家一定覺得說 你就是喜歡被拍馬屁 包含習近平他也要搞個 習近平這個 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他也就習近平思想 表示他跟毛澤東一樣 毛澤東也叫思想 鄭小平叫做鄭小平理論 江澤民連名字都沒有 叫三個代表 胡錦濤叫做科學發展官 也不曉得是誰的科學發展 但是只有習近平 習近平思想是列入黨章的 有名字的 而且跟毛澤東一樣也叫思想 為什麼 因為你想到毛澤東 我就讓你當